《消化症》不等于糖尿病 中医拯救血糖四阶段 受到不健康饮食和运动量缺乏的影响 国人糖尿病人口高居不下 因其主要症状为多饮而凡喝不止 多食而肌肉消瘦 传统中医多以消化症模式进行治疗 不过,现代中医师认为 消化症只沾糖尿病的一部分 是个人的血糖和病症变化 分四阶段条理体质更有助稳定血糖 陈建雄中医师表示 古人所说的消化症只是现代糖尿病的一部分 且病情多为中后期 同中合医院中医科中医师陈建雄表示 糖尿病是一种代謝性疾病 血糖长时间高于标准值 如果未经治疗,将会引发许多并发症 当血糖,血脂过高都会加速血管的退化 导致全身大小血管损伤 在多年后可能出现脑中风 心脏病,肾脏病变,神经炎,失明 伤口感染难遇合而折之等 不但会影响生活品质 严重时更会危及性命 糖尿病分四期 消化症偏中后期 许多人认为糖尿病就是古人所说的消化症 但,消化症只占现代糖尿病的一部分 且病情都偏中后期 陈建雄中医师说明 古代营养状况不如现代 且没有仪器抽血检测血糖值 糖尿病患者往往离患多年后 身体状况渐衰 并发糖尿病省炎 蛋白尿等出现身体逐渐消瘦 多尿、多喝等阴虚燥热的症状 才会被归类为消化症 反观现代 大部分糖尿病患者体质偏半 还没有特别症状时 就可透过仪器检测出血糖升高 这类糖尿病前期的情况 并非消化症所能概括 不过,近年来 随着中医学说不断的发展和修正 现代中医将糖尿病病情发展分为 屈、热、虚、损、选 四大阶段已定适合的治疗方针 再配合个人体质对症下药 使用黄年、织母、石膏、卓药、污霉 生地、葛根、天花粉、黄旗、山楂等药材 可更有效协助控制血糖 糖尿病情四阶段 屈、的阶段 血糖升高的早期 此时身体机能状况还算不错 患者由于长期的饮食过剩 导致为长度消化机能负担过重 出现体重逐渐增加 内臟脂肪增多等现象 此为中招屈制 可适度控制饮食 避免暴饮暴食 致而消脏除满、减、轻消化度负担 此外 生活步调急促、工作压力等情形导致情质不调 此为干屈气制 致而输干解屈、热、的阶段 而事在屈期没有适度调整、进一步 屈而化热、发展移成 此时其身体机能过度亢奋 出现肺热、干热、胃热、肠热等 表现为口渴、容易饥饿、便秘、情绪繁粗、失眠等 可依据不同状况选择适合的清热射火药、虚、的阶段 当热其持续、身体机能过度亢奋日久、消耗过度、会耗伤气阴 导致元气受损、身体由热转虚、形成虚实夹杂之症 比如热甚相阴、阴虚火旺、胃热疲寒等 致而一边清热、一边补虚 当进入虚的阶段 可能已经出现明显的痰、逐、与阻制血管等现象 损、的阶段 虚进一步发展、导致经落状苦的损伤、出现大小血管的病发症 此时可见肝臣阴虚、脾腎阳虚、阴阳两虚等症 医师小丁宁,药物指示控制糖尿病的方法之一 陈建雄中医师表示 糖尿病有平常型要透过均衡饮食、规律运动 维持理想体重、逐步将偏差的体质调整正常 特别在饮食方面 需考量糖分和油脂的量 避免长期饮食过饱 充分摄取新鲜蔬菜 并选择甜味较低的水果 才可达到控制血糖 预防病发症的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